大家好,我是邱伟晃 咖啡已经成为我们人们的必需品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咖啡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的人想要开咖啡馆 你可以从很多的早餐店 以及便利商店 甚至各大的连锁店 大家都纷纷地涌入咖啡的市场 相信大家对咖啡的认知 其实不是很了解 其实在家里煮一杯咖啡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其实你只要找到好的器具 跟新鲜的咖啡豆 你就可以在家里煮一杯好的咖啡 可以透过我们的DVD的影片 以及书籍 相信您对咖啡的认识 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的书中以及影片当中 都有告诉您成功的条件 跟失败的一些案例 你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可以让你更了解 你喝了这么多年的咖啡 即使是成功的组法 还是失败的组法 可以在我们的影片当中 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而DVD的影片当中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咖啡的 冲煮的方式 有绿杯 绿带 土耳其壶 红西式咖啡壶 以及相信最流行的 义式咖啡的拉花的变化 透过我们的影片 相信各位能更了解 咖啡的冲泡的过程 如果你对DVD的影片 以及这本书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您透过网址跟电话专线 来告诉我们 给我们批评跟指教 谢谢 现在我们看到101的滤子 那这滤子呢 有分101 以及102 甚至103的滤子 那滤子的选择呢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说 它有分 漂白跟没有漂白的 就像我们现在 镜头前面看到的这一个 它有分 漂白的 纯白的 以及这个原色的 这个牛皮纸的 那滤子的选用呢 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于 它的这个滤子的这个 毛细孔的这个 分泌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滤子 它的这个毛孔的这个分泌度 是相当的均匀 如果是您买到的滤子呢 如果是毛孔的这个分泌度呢 不是很均匀的时候呢 也会影响到咖啡的充足 那滤子的选择呢 当然一定会跟这个滤杯的这个规格是相符的 那101的滤子就会选择用101的滤杯 那它是适合1到2人份来使用的 那材质上面呢 有分陶瓷跟树子 这两种的材质 那接下来呢 还有它有更大的到102 是2到4人份来使用的 以及现在比较新款的 这种漩涡式的这种的滤杯 那滤杯最重要的呢 其实呢 是在于这个滤杯里面的这个开孔 它的口径有分一孔跟三孔的 那目前市场上 我们能买到的大部分都是三孔的 三孔的是居多的 那一孔跟三孔主要呢 其实是一孔的它的水流量 出水量会比较慢 而且呢 它的这个浸泡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相对的充足出来的咖啡也会比较浓 那现在新式的款式呢 它有一个大的出水孔 那这个呢 会让你的这个咖啡在流的过程中呢 会相当的顺利 主要也是会跟我们 有滤杯上面的这个排热线 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每一个滤杯呢 不同的材质 其实都会有这个排热线 这个排热线主要是在我们热水倒进去的同时呢 热气会从这个排热线呢 向上的排气 那现在新款的话呢 它的这个排热线的效果呢 会远超于我们前面的这一款 这几款的这个排热线 而且加上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出口 可以让热气从上跟下 可以很均匀的排热 然后滤子的部分呢 我们滤子有选择两种 一种是单边的 另外一种是下方跟侧边 有双边的 那如果是双边的部分呢 我们的滤子呢 一个要向外折 一个要向内折 这样子的折法呢 可以让我们的滤子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滤杯呢 紧密的相连 这样可以达到排气的效果会更顺畅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冲壶 那冲壶的材质呢 现在我们这边在镜头上面所看到的 都是不锈钢的 那市场上你可以看得到的 有铜器的 也有这种法郎烤漆的 那冲壶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于 它的这个出水口 这个出水口一定是要是细口窄口的 那一般的茶壶是没办法来冲泡咖啡的 因为最主要的 可能冲煮的过程当中会夹带空气 那第二个水流量过大 所以呢这边的这个冲壶呢 大部分口径都是比较小的 而且出水口刚好都是在水壶的最底处 比较不至于带着空气出水 所以可以将你的咖啡的这个水流量 可以很均匀的缓慢的 去跟你的咖啡做一个充分的结合 好 首先我们取得我们的滤纸 将我们的滤纸呢 侧边的部分呢 把它做一个折起 然后呢 将我们的滤纸摊开 置在这个滤杯里面 然后呢 放到这个耐热壶的上方 取少量的热水 将我们滤纸 把它淋湿 可以让滤纸里面的一些纸浆的味道可以去除 那再来呢 可以将滤下来的水 也可以做一个温和的动作 我们将温和的水 把它倒掉 好 放入我们要的咖啡粉 好 我们一杯需要的咖啡粉量是10克 好 我们现在要冲4杯 那每加一杯呢 要加8克 大概是这个的吃面呢 的量 大概在8分满 好 粉放好以后呢 我们轻轻的拍这个滤杯 让这个粉觅食 可以将里面的一些空气可以排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好的热水 直接在这个粉面上 3到5公分 做第一次的给水 水量呢 要呈水柱 不要产生水滴 好 从中心点 一直给水 直到这个滤杯底部呢 的滴水出来以后呢 直接从中心点向外的扩张 好 可以看到 然后新鲜的咖啡呢 这个粉面 会像一个汉堡的形状一样 膨胀起来 好 现在咖啡粉 已经在吸收这个水 我们这个水量呢 多的呢 会流到下来 那我们大概要等30秒的时间 让我们的粉跟水有充分的时间 去吸收 好 等到我们下壶的水呢 已经滴干了 我们就可以计算的时间是30秒 做一个焖蒸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也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 选择喜欢比较浓咖啡的口感的朋友们 其实可以让你的时间 可以增加个10秒至15秒 让你的咖啡的浓度 也可以提高一些 好 我们的焖蒸的时间过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第二次的热水 一样是从中心点粉面的高度 3至5公分做第二次的给水 好 从中心点慢慢的向外扩 好 这个水是很均匀的 好 从我们的糊子 好 流入到这个粉面上 好 这个冲煮的面积大概是70% 好 等到水流干再给第三壶的水 好 我们每冲泡一次呢 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得到我们的泡沫 就淡了一次 好 这次 好,最後一次將我們所有的咖啡都要完全的沖煮到 把我們要的四杯的水完全的萃取出來 好,注意喔,水不要沖到濾紙 這個沖泡的過程很完整,都不會有產生氣孔以及龜裂 好,我們四杯的咖啡已經沖煮完成了 那將我們的濾杯取下 好,就完成我們的四杯的咖啡量 好,現在咖啡已經完全的萃取完了 我們將我們的濾杯取下 好,將我們溫好的咖啡杯裡面的熱水把它倒掉 這樣我們沖好的咖啡呢 直接倒在溫好的咖啡杯裡面 好,附上個糖跟奶球 好,完成我們滴肉式的沖法 好,接著將我們剛才滴肉式的熱咖啡 沖好以後呢,我們可以做成特調的冰咖啡 那首先將我們的咖啡呢 取出150CC的熱咖啡 好,到自己不鏽鋼的這個鋼杯裡面 那為什麼要用不鏽鋼的鋼杯呢 等一下我們要做一個冷卻的動作 可以直接接觸到這個冰水的溫度 好,在我們的熱咖啡倒進鋼杯以後呢 趁著熱咖啡的溫度還是在高溫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加入奶精粉 兩匙的量 大約20克 好,我們將我們的奶精呢 跟我們的熱咖啡的餘溫呢 做充分的溶解 好,溶解好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冰塊跟水 然後將我們的熱咖啡放置於在冰水當中 將我們的咖啡從熱集去的降溫 這個降溫的動作呢 可以讓我們咖啡的香氣呢 鎖在這個咖啡當中 不至於在熱的時候流失掉 可以在我們喝冰咖啡的時候 可以得到叫香的風味 那並且呢我們在隔冰冷卻的過程當中呢 不斷的攪拌鋼杯中的咖啡 可以得到較短時間內的咖啡的溫度可以冷卻 好,冷卻好的咖啡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加入一點點糖水 在還沒加冰塊的時候呢 可以加一些糖水進來 這個甜度可以一個人的喜好去增減 好,接下來 將我們的這個準備好的玻璃杯 加入八分滿的冰塊 好,再將我們的冷咖啡呢 倒入 好,在我們的冷咖啡上面呢 讓這個咖啡更香 更滑口 我們可以擠上一些鮮奶油 那這個鮮奶油呢,在市場上呢 有氮氣的罐裝的這個鮮奶油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買液體的鮮奶油 利用鋼盆去打出 讓它發泡成固體的這個鮮奶油 那我們在這邊準備的是 利用氮氣充電的鮮奶油 我們使用前稍微搖一搖 讓裡面的鮮奶油 可以跟氣體做充分的混合 然後呢,把這樣子的 cream 擠在這個冷咖啡上面 好,放入一支吸管 以及我們要的調棒 好,我們的特調冰咖啡就完成了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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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綠帶式的咖啡 那綠帶式的咖啡呢 其實它的器具相當的簡單 我們先從左邊這邊來看 第一個是髮蘭絨布 這個髮蘭絨布呢 它可以重複的使用 那一般來說呢 綠帶這個使用的量 只要有沖到30次到40次這個綠帶 可能它的就需要更換成新的 最主要更換是讓這個綠帶 不要殘留咖啡之前太多的雜味 那第二個,綠帶的這個密度也會變差 因為它長時間受高溫的影響 所以綠帶的這個密度也會變差 所以它是需要更換的 那我們可以到一些咖啡的器具店 都可以買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綠帶 那第二個呢 叫做綠杯式的沖架 那這個綠杯呢 會當然會去符合跟這個沖帶 是同一個規格的 那現在我們在這邊展示出來 這個是三到四人用的 那也有比較小一到兩人用的 都可以 那綠帶它接下來要使用到的一個器具就是 沖壺 那沖壺當然也會跟我們要的這個綠杯 的這個規格大概再多300cc是比較適合的 好,我們現在接下來用綠帶式的方式呢 來沖煮一個維也納咖啡 好,首先呢 我們將我們的這個綠帶 放在這個玻璃沖壺上面 然後先讓它過一個熱水 好,讓我們的綠帶呢 有吸附一些水 不要自己太乾 不至於讓我們的咖啡的水量 會被綠布給帶走 好,那二來呢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玻璃湖呢 達到一個溫和的一個動作 一個效果 好,接下來將我們的這個綠帶呢 安置在這個玻璃湖上方 好,量出我們要的咖啡量 咖啡量呢 一杯,所需要的量大概是10克到12克 好,我們現在要沖的量呢 是4杯量 每加一杯呢 我們要需要8克的量 好的,以後呢 一樣 將我們的綠帶呢 稍微把它撐平一下 好,把粉拍密 好,再安置於在玻璃湖上方 接下來將我們的熱水 在這個粉面上 3到5公分 做第一次的給水 好,這給水呢 盡量在這個中心點 一直加水 好,加到綠帶的下面的水 滴出水面的時候呢 好,我們再向外擴 面積70% 好,記住水,不要斷水 好,這個水很平均的可以 留在這個粉面上面 好,做第一次的給水 那這個水呢 只要到下面滴乾了以後呢 大概停留30秒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的咖啡粉 做一個悶蒸的動作 那這個悶蒸的動作呢 可以使我們的咖啡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可以跟水跟粉做充分的結合 可以得到較濃的咖啡 好,我們悶蒸的30秒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你覺得咖啡 你想要喝味道比較濃郁的 也可以在悶蒸的過程當中的時間 拉長個10至15秒 也可以得到較濃的咖啡 好,結束悶蒸的過程呢 接下來給它第二次的水 一樣從中心點直接向外擴張 慢慢的移動 因為我們的粉現在已經完全的濕透了 所以我們的水會直接經過咖啡粉 流至我們下面的玻璃糊 也是一樣很平均的 然後將我們的水緩緩的注入 好,也是一樣到面積70% 我們就可以停止供水 很正常 好 接下來第三次的給水 直接從中心點向外擴張 好 接下來將我們無中的水再注入第四次 把我們所有的粉面全部都要淋濕 那第四次的水量我們會比較快 把我們的粉全部都要淋濕 好 我們現在的咖啡完全的萃取完了 將我們的綠帶取下 我們的杯中可以稍微加一些熱水 可以讓我們的杯子得到一些比較好的溫度 可以讓咖啡的溫度可以持續比較久一些 好 將我們萃取好的熱咖啡倒置杯中七至八分滿 好 擠上我們的發泡鮮奶油 好 撒上五彩巧克力米 做一些裝飾 好 將我們的咖啡 放到碟子上面就完成了維也納咖啡 好 將我們的這個 綠帶式的這個咖啡沖煮下來 我們可以變成做成熱的跟冰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示範做一杯飄浮冰咖啡 我們將濾帶下沖下來的熱咖啡 量出150cc 好 倒置於我們不鏽鋼的杯子當中 好 加入我們要的甜度的糖水 好 讓我們的糖水跟咖啡做充分的融合 好 趁著咖啡在很熱的當時 我們將我們的咖啡做極速的冷卻 這個冷卻的動作主要是讓咖啡的香氣 留在咖啡液體當中 在喝的時候可以得到較香的口感 並且攪動鋼杯中的液體 可以很迅速的接受到外面的溫度 可以讓在短時間內能達到一個充分的降低溫度 好 這樣我們冷卻好的咖啡呢 好 這樣我們冷卻好的咖啡呢 隔冰水裡面冷卻出來拿出來以後呢 接下來將我們的玻璃杯裡面呢 加入八分滿的冰塊 好 將我們冷卻好的冰咖啡倒置玻璃杯當中 然後加入一杯茶澱粉 就要在附下的茶澱粉 和芋茶澱粉 我們下個茶澱粉 和芋茶澱粉 要加點水 很燒 好 這樣 加點水 就要加點水 放水 可以 是嗎 加點水 加點水 好,在我們的咖啡上面放入一球的香草冰淇淋 然後在我們的周圍 擠上少許的鮮奶油